下面我们就可以尝试用主乳形容词进行表达 我们将会使用两个单词作为我们表达的例子 一个单词是柠檬 柠檬的法语读音 Citon 柠檬是阳性的 Enciton Enciton 柠檬 还有一个例子是桃子 桃子的法语读音 Bash 桃子是阴性的 Una Bash Una Bash 那好了 我们的表达就开始了 这呀是我的柠檬 我的柠檬 回想一下 Mongtong summa da sa me desi 我的柠檬 嘉哲老师刚才介绍过柠檬的读音是 Citon Citon 我的 该使用哪个我的 我只有一个柠檬 我的柠檬 Mongtong summa da sa me desi 好了 我相信已经找到答案 Mong Mong 只有一个是单数 柠檬又是阳性 Mong-citon 那好了 请看头影 Mong-citon Mong-citon 那如果 我的柠檬 很多 不止一个呢 那接下来 我们该使用哪个单词 还记不记得 有三个单词表达我的 Mong-ma-me Mong-ma-me 好的 这时候我们将会使用我的柠檬去表达我的 Mong-me Mong-citon Mong-citon 请看头影 Mong-citon Mong-citon 我们再次见到了在citon之前的那个单词 Mong-me 表示复数形式的我的 同时citon 不要忘记 在它的词尾加一个s表示复数形式 但是在法文中没有任何的读音 这就告诉大家 我有好多柠檬不止一个 Mong-citon Mong-citon 法文就是通过这样子的语法形式 逐渐向你表达了这东西 是一个还是很多个的概念 我们听一听 Mong-citon Mong-citon 我的柠檬只有一个 而如果别人说Mong-citon Mong-citon 我的柠檬有好几个 那好 以此类推 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提到过的桃子 Une-beche Une-beche 一个桃子 阴性的 那如果我要说这是我的桃子 我该如何去表达呢 我的桃子 Mong-ma-me 三个单词都表示我的 其中Ma 用来搭配阴性的Une-beche 单数的Une-beche 那好了 我的桃子 Mabash Mabash 请看投影 Mabash Mabash 那如果我的桃子 不止一个 有很多 它们都是我的 想起没有 好了 在复数的环节 部分音性阳性 同意使用 May-de-cit 那我的桃子 这些都是我的 它们的读音就是 May-beche May-beche 请看投影 写法如下 May-beche May-beche 这些 May-beche 都是我的桃子 那好了 我们的表达还可以继续 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两个单词合在一起 会是什么含义吗 Notre Notre Notre-citron Notre-citron 我们的柠檬 我们只有一个柠檬可分 Notre-citron 做一瓶柠檬水 也够大家每人喝上一杯了 Notre-citron 但是如果别人说 Notre-ci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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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桃子 Notre-beche 我们的桃子 我们有几个 我们只有一个桃子 大家有没有通过这两个例子 再次回顾了 在刚才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去表达 东西不管是阳性 还是阴性 如果我们说我们的都用Notre 因为它们只有一个 都属于我们的Notre-citron Notre-citron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 这是我们的柠檬有很多个 Notre-citron Notre-citron 这是我们的桃子 也有很多个 Notre-beche Notre-beche 这就是法文思维的方法 这就是法文用主要形容词 来表达我的你的他的 我们的你们的您的 他们的的方法 那好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这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 这些柠檬 Vous-citron Vous-citron 都是您的了 都是你们的了 Vous-citron 那如果别人说 Vous-beche Vous-beche 你能够理解吗 Vous-beche Vous-beche 这些桃子都是您的 都是你们的 写法如下 Vous-beche 这就是法文中的主要形容词 按照东西是一个 还是好几个 按照东西是阳性 还是阴性 分别搭配使用 而这些主要形容词 你是不是还能够脱口而出 他们的声音 Mong-dong-sung Mada-sa Mede-se 能不能借他们的含义 Mong-mama-me 都是我的 Dong-da-de 都是你的 Song-sa-se 都是他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Vous-ci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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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柠檬 这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 是Vous-le 而我们说 Vous-beche Vous-beche 我们听到的也是Vous-le 如果只是能听到声音 又没有语境 我们是无法辨别 他们的一个柠檬 还是他们的好多个柠檬 也无法辨别 是他们的一个桃 还是好几个桃子 这点啊 有的时候啊 还是能够解决的 比如 我们用另外一个单词 来进行举例 Ami Ami 有没有印象这个单词 Ami 是朋友的意思 它的拼写 Ame Ami 我们来观察 他们的那个朋友 他们的朋友 只有一位朋友 两个单词 凑到一起 需要连读 它的读音是 Lehami Lehami 通过这样的连读 感觉到 Lehami 这个Leh 最终不是以S结尾 所以啊 这个声音 Lehami 就是他们的那个朋友 一个朋友 而如果你听到的是 Leh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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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能感觉到 Leh以S结尾 由于连读产生了 Lehami 那是他们的好几位朋友 所以有的时候 在一些特别的单词上 也能听遍出Leh Leh 到底是一个 还是很多个 下面我们要讲解的是 主有形容词的一个特别的用法 到底有什么特别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Munami Munami 乍一听起来 可能你还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细看 你会找到一点点问题 Ami 朋友 如果在阳性的Ami词尾 加一个A 就指的是女性的朋友 Ami 这个单词的阳性和阴性 读音一样 Ami Ami 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一个男生 那我们就说 Munami 用第一种书写的形式 Munami 这没问题 就是刚才 根据老师的讲解 你所学到的 而接下来 这是一个女孩 她也是我的朋友 我法文中 Munami 是正确的吗 是正确的 这你就有点不理解了 因为老师刚刚讲过 这我的呀 我的 如果单词是阴性的 比如Ami 女性的朋友 那应该使用 Mada 这样的单词去搭配 而不能再使用 Munami 对呀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是正确的呢 Munami 那好了 这一点的话 就是主有情之中的 特别之处 要特别提醒大家 一个单词是阴性不假 比如女性的朋友 Ami 但是这个单词 如果以原音开头 Ami A开头 或者以亚音 Aš开头 那这个单词 尽管它是阴性 为了联读的需要 我们却改用了阳性形式的 我的你的他的 从原本的Mada Mada 改用了Mondung Son 这样就避免了Mada 无法联读 而Mondung Son 都可以联读 不信你听 Mong Nami Mong Nami 我的朋友 所以这个环节 在语法上用词的改换 其实是为了发音的需要 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 哪些单词需要改换 这个单词 它是阴性 是单数 但是这单词 以原音开头 比如女性的朋友 Ami 这个单词 或者以亚音 Aš开头的阴性单数单词 这个时候 我们原本该用Mada 不过我们为了连读的需要 改用Mondung Son 这个现象仅仅出现在 Mondung Son Mada 这六个单词身上 只是属于我的你的 他的这样三个含义 因为在我们的Not 你们的您的Vot 他们的Le 这样词当中 不需要区别阴性阳性 只有一个单词表示 我们的你们的和他们的 所以不存在这个现象 理解没有 下面啊 我再给你来举一举 这个语法现象 在生活中的有趣之处 比如在一个高中生的家庭 面临高考的高中生 其实法国父母 有时候 跟我们的中国父母很接近 对孩子的学习分外重视 对孩子的个人情感 也很重视 那故事就开始了 这是选取自一个电影片段 我通过语言的形式展示给大家 你看这是晚饭时间 本来晚饭吃得好好的 儿子呀 起身去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机在客厅当中 说话的声音呀 是越来越小 似乎不希望父母听见 而电话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足足半个多小时 聊完之后回到饭桌 母亲很关切地问道 Segui Segui 这是谁呀 Ber 父亲啊 假装不要紧地问道 Yes Yes 谁呀 父母都很关切 这个电话中的人物 到底和儿子是什么关系 那接下来儿子该怎么回答 Ami Ami 到底是用哪个单词 是用anami 还是用unami Se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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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朋友 父母一听 这是男孩 Se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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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朋友 父母一听 这是个女孩 不过我相信这小伙子 这个儿子啊 他肯定是不想跟父母撒谎 但也不想让父母得到真实的情况 所以他也漫不经经地说了一句 Se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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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朋友 他没有说Segui Segui Segui 也没有说Segui Segui Segui 因为你用un或者un 都可能会暴露出这位朋友的性别 让父母有了进一步审问的兴趣 而他用了一句非常灵活的表达 Se Monami 留下的就是头脑中出现了大大问号的父亲和母亲 Songami 他的朋友 还是Songami 你有没有理解 因为在法文的语法当中 我们是阴性的朋友也会用梦来表示我的Monami 阳性的朋友也会用梦来表示我的Monami 所以我们如果说这是我朋友 Se Monami 别人是听不出这是男士还是女士的 除非你说Se Danami Se Du Nami 这样别人才可以辨别出Anami 男性的朋友 U Nami 女性的朋友 所以留下来就是父母脑海中的疑问 Songami Oh Songami 这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可又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都是这个特别的语法所带来的一个特别的场景 好的 这就是主有形容词 我们今天了解了主有形容词的音 Mondung summa da sa 了解了他们的拼写和他们独特的使用方法 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独特的地方 希望你能够掌握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